基隆河至灵脚产生超过10公尺的垂直落差 纵然立于数十公尺外都能感受到瀑布倾泻的巨大落水声 如果一个地方它的车站日平均近站屡次为38人 这样不受游客青睐又人烟稀少的地方 你会想要实地探访一下吗? 十分瀑布为台湾最大的莲牧师瀑布 如果有一个瀑布在的该区仅次于十分瀑布 你会想要一探究竟吗? 灵脚,这个台铁平溪线上的一个小地方 纵然地处台铁营运历史最悠久 风景最美丽的客运之线里 但灵脚车站日均近站屡次与前一站平溪车站的423人相比 真可算是小屋见大屋,仅为其零头的等级而已 灵脚瀑布又称石窟瀑布 知名度虽然不及十分瀑布 但却也是平溪区排名的第二大瀑布 瀑布高11公尺,宽度40公尺 与十分瀑布同属于莲木式瀑布 平时水量仅及一条大水墓 若未大雨过后则可显现一片白莲 视觉上壮观无比 探访灵脚瀑布可直接搭乘平溪线在灵脚下车 或车行经106号线道驶入灵脚车站 将车停于站旁的灵脚社区活动中心前空地 而后沿铁轨步行约200公尺可达瀑布入口阶梯 由106号线道步入灵脚车站时 须借有可车行的平洋桥横跨基隆河 立于桥上望着一旁建于日据时代的灵脚古桥 可见到桥下的深潭流水及湖瀑地形 灵脚车站是一座属于暗示月台的车站 平日与此偶见火车经过 若是想要见到有人在此上下车更是不易 下了车站月台到对面的灵脚社区活动中心 沿着铁道往十分车站方向前进 不到200公尺可见一座荒废牌楼 原为灵脚瀑布的入口现已封闭 抵荒废牌楼后 再往前走约20公尺右边可见一个阶梯通道 此处方位灵脚瀑布的真正入口 入口一开始的下行时间相当陡峭 若是下过雨更是湿滑 请尽量握着一旁的扶手缓步下行 注意安全 靠近河边远远即可听到轰隆隆的冲击声响 呆走近看 更可直接感受大量河水直接灌入深潭发出的巨大水声 许多人为了要能观赏瀑布的正面 必须冒险跨过潭边石块 方能顺利抵达对岸 灵脚瀑布的深潭宛如一式独立的室外桃源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可以见到这比基尼泳衣的美女 悠游于碧绿的深潭之中 有几位外国朋友爬上瀑布顶端的石壁上 探似要表现高端的跳水动作 深潭中亦有另一位外国朋友游至跳水落水处 拿了置于一旁的竹竿测试潭水深度 灵脚瀑布又称为石窟瀑布 或许就是潭边的这几个石窟吧 这几个石窟以前是做汉用途还真是查无资料 但可以见得必为人工雕琢而成 离开瀑布回到车站 接着往社区里面走 眼前的景象酷似是猫咪天堂一般 仿佛到了平溪县的另一小站侯洞茅村 灵脚的另一处景点即为蔡家红砖小洋楼 此栋建筑目前为一栋空物无人居住 该建筑建于西元1939年 是一座近80年历史的古宅 蔡家红砖小洋楼为当年永昌煤矿菜泉先生所建 目前整栋建筑呈现颓废的状态 虽然庭院上称完整 但内部是禁止入内的状态